娱乐圈中有很多精彩活动,而微博之夜也是很多明星参与的一项活动。 该荣誉典礼是每年盘点和评选年度热点人物及热门事件的综合性荣誉典礼。 每当微博之夜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都有哪些明星嘉宾,有没有自己的偶像参与其中。 而在11月27日,微博微博世界大会官方微博已经进行了四轮官宣阵容。 在第四轮的阵容官宣中,我们看到了关晓彤、毛晓彤、齐思君、杨迪、玉可为、杨荣、曾礼等人。 可以说,这次的典礼也是星光熠熠,众星闪耀。 大家都非常期待还有哪些嘉宾会参与此次的微博之夜,更加期待这次的晚会的当天。 而每当微博之夜来临,肖战、杨子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虽然现在还没有官宣两人会出席本次的微博之夜,不过,已经有不少小道消息证实了此事。 在26日,就有一些博主透露肖战已经离开杭州,前往苏州参加微博之夜。 而且据悉,一些准备拍肖战的主播目前都已经买了微博之夜的门票,门票的价格也是非常惊人。 而杨子方面也有消息称,将于28日先前往上海,随后赶往苏州参加微博之夜的活动。 这样看来,确实两人应该都是要参加这项活动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他们两人都是风雨人物,有了他们的加入,关注这次活动的人肯定会增加很多。 最重要的是,杨子和肖战,曾两次拿到微博Tin和微博Queen,而且还是同时获得。 所以,他们也算是代表性的人物。 出席活动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很多粉丝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再次未免。 毕竟他们真的同框,真的是太扬眼了,大家都想再看一次。 而且此前获得Tin和Queen要画出自己的心情时,杨子和肖战也是默契十足。 杨子画了一个月亮,肖战则是画了一个太阳,都给人带来正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